本節目不對不特定人推介任何股票 我所論述的股票是我會員手中的股票 我的任何一個會員都一樣 都是同一檔股票 而且唯一只有一檔 6712常盛 那有很多人 包括我的會員 一直很納悶 老師你為什麼只買一檔 那你為什麼這麼堅持 其實我要教各位怎麼做股票 我常常講那句話 只要是攻擊他就會提 我也講過日本的慕武時代的三位將軍 他們的典故嘛 就是有一個賢者 賢冷的者拿一隻攻擊 在竹立一滿 在封城秀吉 包括在德川家康的前面放了一隻雞在前面 讓他們用什麼方法讓這隻雞會叫 會提 結果竹立一滿就 我給他好吃的啊 還是不提啊 封城秀吉就說 好 我拿刀子嚇他 他還是不提啊 可是唯獨只有德川家康就不動坐在那裡 那賢冷的人 這位智者賢者就問他說 欸 你有什麼方法 都說這樣剛剛很簡單啊 他說他是攻擊嘛 我就等他啊 他一定會叫 一定會提嘛 越大隻雞越慢提嘛 所以為什麼我代夫人做六七的常勝 好 我把心路歷程也教各位怎麼操作 好 來看 這是1月8號 好 各位 欸 第一天掛牌163 隨便買都買得到啦 一定買得到啦 保證買得到 因為他也沒有 也沒有漲很多啊 就這裡 都在這裡啊 就隨便買一定買得到 所以我1月8號以前的所有的會員 就是買這個價錢 好 1月8號以後 我都沒有改變嘛 對不對 只要黑的我就叫你買 到昨天為止 只要黑的我都叫你買 好 再來再看喔 這就是心路歷程啦 好 來 那我們看在這裡嘛 這是第一天掛牌 各位 1月8號掛牌 好 那最低1.60.5 收1.72.5 最高1.76 然後我們買163 所以就這第一天 好 這第一天喔 好 那再來 股票一定不可能一下子就漲嘛 好 來 我們看1月12號 黑的嘛 174 打下來啊 那我請問你 我為什麼這麼堅持 問你好了 它是跌啊 對不對 是跌啊 可是我就是仍然買 反正會員很多嘛 有人要參加我就叫你買 好 1月12號 174 到了2月1號 也是跌啊 大盤漲了272點喔 它217 大盤漲了272點 它幾乎都在盤下 賣賣就出在這 投資中股票最懶的是什麼 懶在說其他股票都漲 你手看到的股票都漲 唯獨你手中的股票沒有漲 你就受不了了 何況如果你是參加投顧老師 尤其是我謝明清老師 他只受一檔啊 別的股票都漲呢 他的股票就為什麼不漲 217 大盤漲了271點 看到喔 我仍然是叫會買啊 好 到了封關 2月5號 大盤一樣漲啊 對不對 漲啊 漲90幾點啊 封關的時候 謝老師你的常勝一樣是跌 245 我給所有的會員訊息就是 報股過年一張也不賣 有錢你就把其他股票 全部換成六七的常勝 好 那我們看昨天 這是昨天 一樣跌啊 好 那這就是今天 看到今天啊 他叫漲停板285塊 好 我們來看K線圖 你剛剛看到的K線圖 來 就在這裡啊 1月8號是不是在這裡 好 1月8號 好 今天在這裡 我請問你 你股票操作有這種邏輯嗎 1月8號到今天是3月3號 我這個標題 從我到輝返以來 去年的3月到現在已經超過1年了 我說我花掉了 每個節目 每個月的節目是200萬啦 那總共超過1年了 2千4百萬的節目會 就燒掉了 我算給你聽嘛 2千4百萬的節目會燒掉 或許各位也說 老師你做公司 你節目會燒掉那些錢 你有那麼多費的費的嗎 我就算好 不是耶 我就算給各位聽嘛 我說我會演30張以上的很多 那我說我不用多 30張的只要20個人就好 我把它平均嘛 我會演其實也沒有很多 我說好 平均每個人30張 20個人就好 好 我們算給你聽喔 來 這裡叫163 这里叫285 好 会算嘛 285减163 就是赚了120 一张赚12万 没错吧 30张赚360万 没错吧 我刚刚讲30个人 360张乘以30个人赚多少 多少 1亿多 没错吧 360万 10个就3600了 我说30个 1亿多 我的会员赚1亿多 我谢明清在这个节目 我烧掉2400万 可是我造就我的会员 每一个人都赚360万 甚至当然更多 我把它平均 那我这30个会员 是不是加一加 总共赚了1亿多 我只不过烧掉了2千多 2千4 他们赚了1亿多 那我请问你 我赚还是我赔 我赚啊 为什么赚 我赚到这些人 他们最少 看到我谢明清会 老师你 你真是厉害人 好那我讲这次我操作逻辑 那为什么这么坚持 他一定要有故事嘛 好来 我们来看今天 看今天 来 这是他公告的营收 二月份的营收 二月份的营收 成长4.79倍 一月份我就提醒你了 一月份成长3.8倍 好那他一月挂牌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的是去年的 12月 12月的营收 12月营收成长1.88倍 我说我代会员 我代会员是从营收领开始 也就是前年 是前年不是去年 前年的4月 营收是领 好到上辉晚去年的3月 现在是二月份 好那我们也可以算 估下个月 现在是二月嘛 对不对 来 在目前是三月了 好三月 去年的三月 我上辉晚的时候 它的营收是2.21 就两百多万 那 今年的二月是1500多万了 那三月份会多少 我有分析给各位听 很少人 几乎 我应该讲说没有人懂 所以这些头部老师 菜籍那些都不知道 所以你不用买这个钩票 好那这种股票 因为它的营收 我讲的是单一而已 不是它的全部 它是单一的营收而已 来 什么叫单一营收 目前它的营收只算 来 它只在算这个 所谓的ADCV01 现在营收是ADCV01 好 那二月份是1515.6 比去年同期成长4.79倍 那你开始去想 那三月份它会成长多少 好 先我解释给你听 去年二月是270万 去年的三月更少 只有220万 那今年的三月份 假设 我说假设跟二月份一样 它们会成长的倍数 又比这个月更多 会比二月更多 如果三月份也是15.6 是不是三月份去年三月是2.21 去年的二月是2.7 所以假设一模一样 也会比它多 可是它不但理论上 我讲理论上 理论上会不断地在增加 为什么 因为免疫细胞 我也教各位 免疫细胞 目前大部分的免疫细胞 当然有其他比较特殊的 一般免疫细胞 大概都是一个疗程 大概要12个月 有可能10个月 有可能12个月 什么叫疗程 好 你来 标准治疗以后 我就抽你的两管血 两管血起来培养 培养 不管是所谓的DC 或是DC CIK 都没有关系 就是培养两个礼拜 好 两个礼拜以后 它培养了 我就注射回 就叫自体的 液体的还没 还没 在自体的 打回原来的人的身上 好 过了两个礼拜以后 就一个月了 然后再把你的血抽出来 去核对 原先你的身上的 免疫细胞的增长的速度 原先假设你只有5000万 好 5000万的免疫细胞 我抓出来培养 我可能培养了5亿 那一定有很多啊 所以六七二常胜 它最厉害就是 它培养的技术 这我不算赘述了 我讲过很多遍了 它的特殊培养液 是其他干细胞的10倍 它的昏化能力 是其他干细胞的5到6倍 而且它是没有血清 它不用血清去培养的 我这个讲很多遍了 好 那它的5清 5亿 变成5亿 打回你的身体 打回一个人的身体 再抽出来去看看这5亿的 造出来的免疫细胞 存活身上会不会增生的速度怎样 快还是慢 好 那不管快或慢 我再抽出来两管 我再培养 它是周而复时 到患者的身上的免疫细胞 有办法把癌症的 癌细胞压抑下去 OK 大功告成 所以它的疗程是每个月都在收钱 好 一夜新的进来的人一夜收钱 二月新的人进来二月收钱以外 二月收二月的亲近的钱以外 一夜的还要收吗 所以它的疗程是 营收是不断不断的在滚雪球 所以我在教你 我请问你 你看到这种营收 我常常在讲说 有时候真的要感谢老天爷 这句话我完全 来 完全是真正的 500年前受人点滴 金氏当勇钱礼报 我用一生的学命 在讲这档股票 用全部的生命 不是吗 我来会员烧了2400万 我在他台 也是差不多烧一年 也烧了1800万 烧了4000多万的节目会 讲不好听 现在你如果做不到 你到时候你不能退休 你要退休要拿钱来赔 因为我们跟公司是 part time的关系 我们赚的钱 我们是责任中心 了解要拿钱去打人 为什么要这样讲 我常常在讲 还是这句话 500年前受人点滴金氏 当勇钱礼报 那我说也要感谢 真的要感谢长盛 这家公司 我常常要讲他的历史 因为这家公司的幕后老板 投入了30亿 他从美国安德森研究中心 聘请这些专家回来 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是 目前大概 癌症的治愈率差不多7成 人家烧了多少钱 人家都不在乎了 人家敢杀30亿 我能到4000亿我不敢烧吗 而且长盛的这些医疗人员 都是博硕士级的 人家把大好的青春 陪在这里 我不敢陪他吗 对不对 我说人生有的时候想一想 来 看这里 来 长盛2016年成立了 12月 他的研发团队 博硕士协计率96% 平均产业联资近10年 然后还经由中研究院 交通大型中国医药协议专属授钱 而且他还是台湾唯一的一家 所谓GDP模拟茶厂 就是细胞准备厂的标准规范 他就是台积电的意思嘛 就生意国台积电嘛 公司董事长说 用英文来讲 他说没有人有办法让我们变成第二 那代表什么 他永远是第一啊 所以我说也感谢这家公司 他焉力挂牌 我常常在讲说 我如果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 我才不愿意挂牌 我为什么要挂牌 我烧掉了多少钱 因为临床是烧钱嘛 什么叫烧钱 临床就是没有收入嘛 所以你看到他 临床都是零就烧钱 所以他为什么要是负 因为是烧钱不能收钱 为了要拿到幼症不断地在烧钱 那挂牌 今年的1月8号挂牌的时候 还是赔钱嘛 你看到的报表都在这里 还是赔钱 去年也赔钱 一定赔嘛 为什么 去年前三季赔1.44啊 包括第四季家家还是赔啊 所以挂牌的时候 你看到财报是赔钱啊 那我 台湾的投资很聪明 你了解公司 你股票 不可能给你很高的本益比嘛 对不对 除了什么 来我们看这档了 这个赔1.99 这个赔1.99 盈收没有创新高 你看盈收 这跟6 7 和长盆比是在笑死人的 这个还没出来 你看这个 你刚看到的四代 这义武嘛 他义武还没跳出来 你看这种笑死人的 没人说没穿去 要赔1.99 股价可以多少 525 有人说 因为他董事长叫蔡明介 因为他董事长是连华科 可是我在想一想 我们说起来玩笑话 有一天 我说任何时间长胜都不需要 连华科的东西吧 不需要吧 可是当有一天 连华科需要长胜的时候 你没有长胜会死 你得爱症没有长胜就会死 这样讲比较快 不是吗 所以我常常在讲 我为什么在讲 美尼西方 我为什么讲生技苦 我说 长胜目的老板 敢用30亿去烧 为了要造就让癌症的人 我还是那句话 癌症不可怕 癌症只是慢性病 那人家愿意烧30亿 30亿不是钱吗 长胜这些博寿士 这些员工 难道他们 他们做电子就好了 他们都是 医生都是高材生 都不会做电子吗 不会跑去电子公司更厉害吗 读理工科不是更厉害吗 那在生技工是赚不到钱的 但人家在烧青春烧钱 我现在有什么不敢的 对不对 所以我说非常感谢 其实感谢政府 因为政府一直叫他挂牌 他如果不是1月8号挂牌 再看一遍 以他的这种营收 1月份期始 1月份2月份 这种营收都我算过 只要营收1200万以上 他就省利2平 就赚钱了 但他不会等到 明年的1月8号再来挂牌吗 他如果明年1月8号挂牌 EPS可能就好几块了 他股价会 挂牌股价会这里吗 你告诉我 股价会是163让我的会员买吗 我说前面要加2 搞不好360 如果他赚钱 只是他明年挂牌 明年的2月8号挂牌 搞不好不是163 是363 搞不好我明年的2月 只要明年的 就过了一年后他才挂牌 搞不好就股价360 我的会员买到163 你跟他说 只要黑我当然就买 所以我告诉你这个心路历程 投资做物票 不可以做只要这么看他们 再看一遍 我再问你一遍好了 请问 他股药是这样子 请问你要的是什么 今天漲停板創新高 漲停板 你看它的营收 我说营收现在才开始起跳而已 对不对 因为这个比较慢 二月份的营收 你看到吗 15多 15.65 13.88 已经15.65了 这个还没跳出来 所以为什么 我说你要做股票 你一定要来跟我们一起 那因为它漲停板 所以我今天有一个特别的 来看这里 只有今天 只有今天 有很多人想说 老师 那你的门槛是不是很高 没有 全部 你只要今天来加入我们的会员 全部都二分之一 就只有今天 因为它漲停板 好 那等一下我告诉你 后面还有更精彩的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接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抢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抢掌握未来 我们下午凡抢掌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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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至周五 非凡抢掌握未来 非凡抢掌握未来 本节目不对不特定人推介任何股票 我所讲的股票是我会员手中的股票 各位观众各位不特定人 不要去买卖会员的股票 我的所有的会员都是一样 同一档股票 它是6712常胜 而且只有一档 1月8号以前 来 1月8号以前任何会员 1月8号以前参加的 就是1月8号买 163 好 那1月8号以后参加的 只要有黑我就叫你买 好那当然昨天都是黑的 今天呢 今天没有黑嘛 也不过今天掌停板锁起来 掌停板锁起来 好我们看电脑来 掌停板创新高 各位你看就去思考 我刚刚为什么拿这一张 我为什么拿这一张 因为163以前 163时候我也拿这一张 现在285我还是拿这一张 有一天 因为你在看我嘛 所以我必须让各位 你既然看我 我赶快让你有机会 我告诉你 如果有一天 他500的假设 有可能500的话 我还是拿这一张 如果真的他能1000 我也是拿这一张 那你去想 谢老师 你这个只要掌停板 你就会拿这个 只有今天二分之一啊 你就是只要今天参加 都二分之一啊 那500你还是会拿 800你还是会拿 为什么现在才284起 为什么你要眼睁睁看他 对不对 1月8号 现在3月3号285 只要涨停 我就会拿这一张 为什么 因为 我再讲一遍 一档股票假设 假设他会涨到3000块 你买285的 你买385的 跟买485 其实真的没有差 因为他会到3000嘛 谁有差 眼睛基本上一直看 再看一遍 你眼睛看 谢老师感觉要真 你每天就看嘛 对不对 谢老师1月8号 而且公告 而且是超前布什 还没挂牌 我就每天讲我要买 我就全部要买这一档而已 到了3月3号了 163到285 那我现在还是不断地在告诉你 再看一遍 现在是285对不对 以后这个2跟8对掉 假设是825 我一样买 我一样买 我一样二分之一 我说假设他会1000嘛 对不对 那你买385 285 385 485有差吗 你没的差 因为你就没办法赚到 最好赚的那一段 因为他还没开始涨 你说涨了吗 都还没 我也画给各位看 这是夜线 好 这一段 在这个位置 我们会先出一趟 下来再接位来 这个位置 我们会再出一趟 下来再接位来 那这一段 我写一个N N是哪 任何可能 我写一个这个 如果他是比照 吉利德并购 红针制药的 这个案子 那CIR001 又比CIRT还好 如果是比照这个 这个N 我告诉你 台大立光不算什么 那它是一段一段 这叫夜线 你看我画的叫夜线 一条一条叫夜线 一二三五月 八个月 十三个月 二十一个月 三十四个月 我要给各位试 我已经等多久了 差不多一档股票 我可以操作这么久 各位好好去思考 做股票 你如果做到一支 比在做部长较好 比在做立法院较好 比在做当初较好 比在做小型七一组 我刚才算过 我随便都有三十张以上的会员 很多 我相信你们搞不好都差不多 对不对 那这算 你就算随便就 三十张就三百六十万了 你会比较逼 你三百张的人 三千六百万 你会比较逼 你以为没有人有三百张吗 我告诉你有 就是有 我的会员就是有 那我也不过 花了两千四百万的节目会 我造就了三百六十万的最少三十个人 让这些我的会员 加一加他们赚了超过一亿 我敢不合 我还合啊 所以为什么我说我是个人格者 因为还没找嘛 重点我也刚刚讲 因为来赶快看一遍 请问成立子公司的目的在哪里 授钱啊 授钱第一季敲定啊 这个月啊 如果按照这资源解释 这个月啊 那我刚给看了 是两段嘛 一段CRT嘛 001这是吉利者 并购轰针制药的 一百一十九亿美金 可是这一段先UMSC01 我也给各位看了 这是这里嘛 10.8亿美金 比照韩国的药师制药 心电图这家公司 那常识又比它更优质 而且何况 可能随时 这个利多随时都会出来 假设出来的话 我常常在讲 你们买不到啦 这个来 这个本来去年年底要出来的 现在已经二月三月了 那您认为 可以算日子 我都事先要告诉各位 不要到时候 我说买不到 三支五支 跳光涨停的时候 你才打完 老师我可以不可再买 我这句话 还没找我就告诉你 现在又在创新高 我还是要告诉你 好 就这样子 今天 就今天 来 就今天 好好把握 因为涨停 所有的人 你只要今天加入的 都只有二分之一 打电话 免同一个时间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